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那我們今天就一樣講20檔個股 然後就不上字幕 因為待會要出個門 就下午要出個門 好那 首先我們 呃 想要 但應該說大家想要知道的就是 目前 大盤 只是持續的上漲 那我自己 是有在關注一個 轉折的點 那在剛剛 對剛剛今天比較 晚錄一點 因為剛剛在看這個 呃 比特幣和這個以太幣 對 就紛紛的 呃 又往上去漲 來一波突破 然後就是在做一些觀察 因為目前台股呢 在 在奇幅這邊是有看到一個形態 那這個形態究竟是不是會完成 因為完成的話是 有機會會先回檔一波 或是說就會 呃 正式往下跌 那 美股呢 納茲達克 就是我們在看的這個位置呢 也是剛好遇到他一個 呃 算是比較大級別的 下降趨勢線的阻力 對 所以說我認為 呃 目前的比特幣 還有以太幣 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這個下午這個時間點 在漲 那 究竟是怎樣 虛擬貨幣 美股 台股 一起往上噴呢 對 還是說是一起往下跌 對 這個 真的不知道 但 值得去思考一下 那目前呢 在昨天直播的時候 還是說 復盤的時候 大概說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目前 呃 我會去想要接多的呢 要嘛 就是 一樣在底部那邊做盤整的 就是我看得懂 直撐 那 或是說呢 是已經突破之後回踩的 對 突破之後回踩的 比較 我自己個人會比較有興趣 好啦 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吧 我們就看加權指數 今天的 這個 漲勢呢 也還是不錯啦 對 還是不錯 然後 可以發現說 在上週五的時候 越過了嘛 那 目前呢 底下 有一條上升趨勢 就是在走 那 會不會 真的拉盤 拉到了 我們這一個 這個 一萬五千 這個 大概在這邊範圍啦 就是 萬五這邊 然後就 往下去跌 不確定 不確定 但是可以發現的是 量能呢 確實有 稍稍的 欸 就平穩了 大家可能就 市場上 大家可能就回流回來 那 不確定是主力 還還是賞戶 那 我相信應該是賞戶啦 相信是賞戶 因為 呃 在漲的時候 賞戶感覺才會進來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主要來看一下 我比較會判斷的 期貨吧 那 期貨呢 就是 目前啦 對 目前我自己看的位置就是 大概 會 有機會啦 就是 14700也有壓力 但是我主要會比較看上這個 14800左右這邊 這個壓力 在這邊底部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講過 因為 當上漲到14800左右的時候 大概還會漲多少 大概講 呃 大概漲個 150好了 然後再漲150的話呢 對 再漲150的話 其實我們的家群指數也是差不多到達 大概就是萬五左右 萬五左右 對 那有可能 會 期貨可能又再來一個突破 然後再往下跌 如果說真的碰到 萬五 這邊這個位置的話 我覺得 值得注意啦 因為 這一波的上漲 有可能會在短期之內 先這個 休息一下 對 有可能會休息一下 所以 在當天 欸 有機會碰到的當天的話 就盡量先 就更加保守啦 就更加保守去觀光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回來看期貨吧 期貨呢 對 在今天早上這個 發現洞的時候 是說 他是跌破的 而且在 8點45分到9點了 9點的時候是 是跌破了 結果在9點至9點15分的時候 就突破上去 突破上去呢 對 突破上去之後 又回踩 欸 回測之後就往上走 欸 回測之後往上走 然後目前的情況就是 呃 走一個上漲的階段啦 不過 不過我可以講的就是說 呃 上升通道啦 這種 上升通道 或下降通道通常都是拿來 這個 呃 跌破 或是 漲破的 對 呃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不會一路走到底啦 而且他還是只有 就是 呃 只是發 他的 應該說 他的這個範圍又是比較 屬於比較小 又不是日限級別 所以 要嘛上去 欸 要嘛下去 對 所以說 明天呢 我會看一下一個位置 就我在直播的時候有說 昨天直播的時候有說 就是我目前看的位置就是這樣子 對 這個是一個 上些形態 並且 之前呢 我們在這邊下跌的 7月11號到這個7月6號的時候 這個下些形態 我 因為每次 碰到底部就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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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當時候我也不知道說這邊會往上噴這麼高 但是我就是在這邊做 抄底的動作 就是 呃 因為已經是最底嘛 那大家是會恐慌 因為每天都有一個低點 每天低點 每天低點 那這個下些形態就是 不明是就是 呃 看起來就是把一些比較 呃 看不懂行情 或是說在這邊 覺得是 支撐的人都可以洗掉 洗了4天之後才反彈 對 當時候是有賺到這一波 就是還蠻快速的賺到 所以特別拿來說啦 對 會特別拿來說 那目前呢 欸 怎樣的情況就是 目前是走一個 上些形態 對 之前是下些形態往上走嘛 那 目前是走一個上些形態 是不是會往下跌 真的不確定 因為 剛剛的 呃 比特幣跟以太幣 又同時在拉盤 那我就在想 到底是會一起往上噴呢 對 其實大家都到達壓力了 對 大家都 噴到了 大家都到達一個比較大級別的壓力 到底是會一起上去 還是會一起下去 反正網上應該就大概知道了 對 網上虛擬貨幣應該就出來 或者說等等 可能就出來了 有可能慢慢漲 漲到晚上 然後 每股看是突破呢 還是往下跌 就應該會知道一些情況 那 這個在昨天直播的時候也大概提一下 因為就是說 有可能今天還不會走結束 因為 這是一個小時才一根嘛 一個小時才一根 可以嗎 所以 他其實這個 目前的範圍呢 有可能就繼續塞 繼續塞 塞進去這樣子 那可以發現的是 就是 就在 目前啦 目前是 因為這個 這個 三點才剛開始 然後 三點到四點的這個 這段期間呢 呃 如果說他 可以收在上面 那當然 真的是有機會去 突破這個形態 那可能就不會下跌 有可能在 持續往上噴 對 那一些空單 有可能就要 去小心 如果說 當你的 停損價格 可能到了 還是要 出場 對 還是說 做部分 減碼 就看自己怎麼去 怎麼去操作 因為目前呢 空單一定很難熬啦 那這幾天應該也都是在 嘎 嘎 這個空單 對 所以 呃 目前判斷呢 就 我現在三點嘛 那 到晚上 可能就真的行情 有可能就出來了 有可能就出來了 好 看桂馬 桂馬 今天的漲勢 非常的兇啊 然後 一堆中小型個股 又在今天 又再次去嘎空吧 如果說你手上是有一些 中小型的個股 那 應該是 漲勢都還不錯 那 但是量能呢 是沒有去出來了 代表說 今天不太需要量能 就可以往上漲 對 市場上的這個 呃 大家的情緒 可能已經比較偏多了 好 我們這邊 前面講了有點久 我們目前看一下這個吧 在昨天 欸不是昨天 禮拜五的時候 講這個美元指數嘛 講說 這一根大級別 4個小時的 這一根K棒呢 就是哪裡跌 那可以發現是吧 是不是 真的正式往下跌 那一樣啦 跌下來呢 我也不能 不能知道說 到底會跌在哪邊 所以說一定是你找到所謂的支撐的位置呢 就去做 相對應的減碼 然後現在再往下跌 那我們回來看這個 納斯達克吧 納斯達克呢 我們拉遠來看 拉遠來看的話 他是一個比較大級別的 雖然說還不到最大級別 最大級別在上面嘛 對 最大級別在上面 他是比較 恩 應該是屬於 對 比較 然後 不算大級別 但是 主要 主趨勢啦 主趨勢 從這一個 大概5月 5號這邊 開始下來的 切山趨勢線 那 究竟會 突破上去 還是說 他會再往下跌 真的不知道 如果說 目前的 虛擬貨幣 真的是 漲勢很兇 可以看到 這是我畫的 這個算是 上升通道 那 在 禮拜 五 如果說你在關注虛擬貨幣的話 可以發現說 這個地方 是7月17號 好像禮拜六的時候 禮拜六的時候 是碰到這一個 對 這一條線 這條線 直接貼合上去 大概這個位置 對 一模一樣嘛 然後呢 連接到 就是這個位置嘛 然後上來 發現說 他又回檔 那目前到底是 真的突破 還是假突破 真的還沒辦法做確定 對 還沒辦法做確定 然後呢 我們的 這個 也是往上走 對 我們的 比特幣也是往上走 那到底是 大家一起 虛擬貨幣 美股 台股 一起 開開心心的 往上突破呢 還是說 長大一個高點 大家一起 中摔 真的不確定 所以 明天的行情 應該說 今天往上的行情 應該蠻刺激的 對啊 好 我們就來講個股部分吧 那我們就一樣 呃 國塑在 我這個 上週四的 這個 有發在會員裡面 那其實也是講蠻多次 那時候是說 有花一條 上升趨勢 那 但是 那時候是 有一條 下降趨勢 對 下降趨勢 那時候是 真的是被壓很多次 那在今天呢 有一點量 突破上去的 突破下降趨勢 那當然你說 當然你說 欸 到底要不要追 欸 到底要不要追 那個就 我覺得就看個人 我覺得看個人 因為 呃 如果是我的話 當然還是希望 可以買在這附近 就是那時候做介紹 是在 7月14號的時候 對 7月14號那時候 欸 還是希望可以買在這附近 那當然 他如果上去 我覺得就 先觀望吧 就先觀望這樣子 因為他 如果說 他這一個突破呢 是假的突破呢 對不對 那當然 你也可以選擇 對 選擇一個比較 呃 我覺得 比較 風險稍微比較高一點的 就是說 可能 疊回了 這個 大概是 21.5 這附近 然後去接 看他會不會守 守不守得住 這個下降趨勢 那 當然 下降趨勢 這一條線呢 我不能跟你說 我到底畫的是準 還是不準 因為我每次切進來 他這個圖 都有點 欸 亂掉 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又把它貼回去 原來這條線 那 原來這條線應該就是 真的今天守住這個位置 大概是 21 反正就是 不能跌破 21.5 再下來這邊 如果說再下來的話 他的 下降趨勢 突破就是 失敗的 對 所以目前 我不會 我比較不建議大家 在這個位置 直接 就急於做進場 你不如 挑別打 因為有可能只是 真的洗上去一波 然後就正式又往下跌 這樣子 我們把他拉過去吧 就是說 如果說底下 底部這邊有去做多的人 他拉到這個位置 我還是建議要先部分的出場 好 我們看一下 加金吧 加金在之前是重摔嘛 我在這邊有去接多過 然後後面又跌下來 對 然後呢 目前 可以看到他守住大概75.5 那這邊有經過一個 假跌破 又回來的一個情況 對 假跌破 又回來的情況 那目前呢 我覺得價格上 他已經有點稍微脫離 那當然 你要怎麼操作 假設 你要這樣子 順勢的去操作 也OK 不過 我覺得目前 他有可能 其實是被遇到這個短壓 而且是短壓 不是真正的壓力 是短壓 真正的壓力 我還是看一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大概多少 這個位置大概是88塊左右 對 所以說目前 我覺得 看空不空吧 拉到這邊在空 那做多一樣 跌到底部這邊在做多 那當然 跌破這個底部就出場 對 目前我覺得做一個區間 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不然就做等待 那 就是 目前這種個股呢 不會是我想要考慮的 因為他 如果說回檔 那你會思考的是 他回檔 為什麼他要回檔 如果說主力真的要往上漲的話 他為何要回檔 對不對 他回檔的意義是什麼 對 他一樣怕 盤勢差嗎 還是說 他覺得說 他回檔 只是真的是在出貨 他就不想再拉上去 對不對 就好像 不走回頭路嘛 然後 不開回頭車 對不對 如果他真的想要拉上去 他才不會回來接你 然後再上去 對 因為可能市場上現在大家都在看向這一條 這個 支撐的位置 對 應該蠻多人看得懂支撐的啦 所以已經看到這個 大概75.5這邊這個位置 所以他回踩的話 你就要去小心 會不會有機會去破底 對 那當然 呃 不跌破 都還是以多方 為基準 你都 目前的盤是就是 有機會往上走嘛 但是 呃 我覺得真正主要 壓的位置 應該在這邊 有可能搞不好跟著大盤 到這邊 然後就一起往下摔 對 這個是非常有機會的 因為大盤目前也還沒找到頂部嘛 對不對 好 看一下連結吧 我們連結這一檔呢 目前看的支撐 也是從前面畫過來 但 並 並不是說可能是真的非常非常準確 那 是有搭配一下 左側這邊 卡住的這幾個位置 對 大概就是今天 應該說在上週五的位置 大概是27.35 那 這邊呢 我認為說 你要的話 也等他再突破一天 收盤確立之後 隔一天回來之後 你再去接 對 然後我們看可不可以這樣子去做 對 目前的位置就是 應該也還 應該就算是看空不空吧 因為有可能真的還是在 主在一個多頭 那當然 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在什麼 時間點也遇過 我們在之前這邊遇過 這邊是什麼時候 之前我們大概 是隨便 我等一下隨便抓啦 之前也是這樣的結構嘛 這樣的結構 就是 五月中 到六月中 那 有去做空的人 他最終沒突破 那 你就勝利了 對不對 你敢去空 對 你在這個上升趨勢的位置 你敢去空 那你就勝利了 但是呢 對 就是 自己小心 我自己覺得 你不要等待他 回踩 或是 跌下來 你再去空 你要空的話 你就 直接 空在這一個 大概 在27.2 27.3 這個位置 然後 一樣 抓停損價格 對 可能突破28 我們就走 反正就是 以這樣的 邏輯啦 就是 當初 假設有去空的人 你 往上抓一點 比如說 這邊32 然後 抓33 去做停損 那 這邊這一段的空間呢 對不對 我是 怎樣 他正式下跌的時候 我是可以 賺到底部的 對 我可以抓好 我們抓到這邊好了 不要說 抓的 太 太浮誇 我們抓這邊的底部 也是 好幾 大概 1-3的 這個 盈虧比 其實也是不錯的 對 所以說 你要的話 你就趕 趕於就去空 那如果說不趕去空 你就等待 突破去做多 或等待回踩 但回踩的話 我還是把 這個位置當中壓力 對 所以 我並不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可以去 直接做多 對 然後 因為我們前車之間嘛 對不對 之前走過一模一樣的行情 然後 後面又來一個大爆點 然後看一下這個藏心 藏心這講其實就是我們在這個 呃 我在會員裡面有講 然後在 昨天直播有講 然後那個觀眾 誤會了 我那時候說可能要長到 32.75 或是33這邊 再做進場 就是等待他 一個 呃 算是下些形態的完成 那當然 下些形態到底會不會完成 我們都不知道 那他 有可能上去 他還是會失敗 所以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 這個事情到底 可不可以去完成 那 假設他真的完成的話 其實基本上 他會 不太去理 這邊 前面的高點 對 如果說他真的完成的話 那當然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是我的話 然後到這邊還是會做一些部分的直銀 然後呢 如果說價格又回跌到 侵蝕到我利潤的話 我會直接做出場 因為我盡量保持著 對 因為假設我這邊做經常 然後真的拉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可能賺了 假設賺一塊錢 好 那在拉回來的時候呢 我不想要把這一塊錢去虧掉 或是說我做這一筆單呢 我整體 對 一進一出 或是兩進兩出 我最後是要賺錢的 不管賺多少錢 我就是要賺錢 我就是要把我去判斷成功的這個利潤去拿回來 對 最後不要去凹單 凹到這個虧損 對 所以說 目前呢 假設真的做進場的人 好 假設今天真的是在尾盤的時候做進場的人 那基本上就是要射好停損單 拉上去這邊 也要射好停利單 停利跟停損 這樣子 大家懂這邏輯嗎 反正是 他如果真的完成的話 是有機會噴上去一段 但是 嗯 說實在來 他的量是沒有出來啦 對不對 他的量是沒有出來 但是 也突破下段趨勢線嘛 對不對 所以說還是可以 稍微的關注一下 好 那看一下這個中華 這檔個股好像是觀眾說他要 這個初選席 那初選席方面我不太懂 反正 你就不要想像成說他只是左手換右手 對 所以說蠻多 目前一些初選席 根本目前都還是處於在貼席的狀態 就你之前買 就算在前一天買 他也是沒辦法補回去 對 所以說你可能在一年 一兩年前 不要說一兩年前 因為金銅股都在12 在12月1月的時候往上噴 對 你在去年 去年下半年的時候買 搞不好你還是賺錢 不過 其實 雖然都蠻多的疊下來一大段 對 所以 呃 要參加初選席 我覺得還是看 主要看個人 我只能告訴你說 哪邊可能是壓力 那今天是一個出貨盤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外 就是說 呃 應該說看到這樣的K班 應該就是很確定說 今天就是在出貨 然後呢 我們剛剛去稍微看一下他比較 細微的部分 我們就是看他 到底哪時候 開始出現爆搭量 就是在他9點 整的位置 對 所以說 剛好就是在他開盤的位置 62塊這附近 就是他出貨的位置 所以 之後呢 有散漲到62 有機會再回下去 就是明天搞不好又散漲到62 搞不好又下去 那但是 整體主要壓力 還是看上比較高的位置 對 你這個中間去空呢 風險都比較大一點 就是 都是有機會被擦空 那當然 如果說 你可以去完美的去做單的話 譬如62去空 拉到65呢 我再去加空 對 可能64多我去加空 我盡量把我成本拉上去 然後呢 最終可能真的碰到這邊 就往下跌 那當然 這個是 自己做的選擇 你要 風險高一點 還是說 你願意花一點時間去等待 那目前的價格 我覺得他 非常有機會回落 你不要覺得說 他會一直往上漲 對 我覺得他有機會回落 然後 我們 這邊 花一個比較簡單的 三層趨勢線 在今天已經開始有點變盤了 只是說 他拉到了 他這邊 他覺得是壓力的位置 那這邊其實我也比較難去看懂 我不能告訴大家說 假設他今天還沒拉出來的時候 我可能會覺得說 那就等在這邊再去做空就好 那但是今天在62塊的 開盤位置 有主要一個 大壓盤 就是直接賣了 大概 四五百張 所以 後面的 後續的行情 應該是蠻有機會被往下壓 對 應該蠻有機會的 對 蠻有機會的 好 那我們就 再看下去吧 看這個正德 正德目前 他是被壓在整體的趨勢線底下 大級別的趨勢線底下 然後呢 這邊這一塊就是 所謂的他的假跌破 那假跌破要怎麼處理 沒辦法處理 你只能做停損 那當然 我覺得不要奧丹 他這邊是疊的蠻慘的 這邊疊下去 然後沒有翻上來 對 這邊疊的蠻慘的 疊了好幾 這個大概疊了大概10%左右 又會翻上來 這個真的比較難做單 對 然後後面呢 後續呢 這個位置就是 反彈 壓 反彈 壓 這邊下來 所以目前的格局 有可能走一個 上 上升的一個小通道 那 上升小通道呢 他又沒有什麼力道上去的話 我覺得整體是稍微偏空 那當然 你如果說 你有想要做多的話 就是 守住 就真的是守住這個 上升虛弦線 疊破就做出場 疊破就出場 那看你是要盤中疊破 還是說你要收盤跌破 那收盤如果真的跌破 我覺得就出場 因為他這個上升通道 有可能拉一拉拉 最後是要用來下跌的 對 有可能 當然如果說真的有什麼成交量進來 那也有可能扭轉到趨勢了 對 所以說我們只能講一句說 一個 可能會發生一個大機率的一個方式 所以 比較不建議做多 對 總結是這樣子 我們看他講到哪裡 呃 再講四檔 OK 好我們看一下劍橋 劍橋這一檔呢 嗯 就是 有兩個這個圖嘛 一個是還原 一個是不還原 那 還原呢 就一樣嘛 在今天其實就是一個 應該算是還是可以坐進場的位置 那 這邊的這個 個股呢 就是我講 就是說 我比較會有興趣 因為目前是追一個 突破之後回踩的嘛 那就是比較會有興趣 那是守住31塊 守住31塊 然後呢 他今天是有穿線穿下來 在 找盤沒多久 然後後面又拉到31 1.6 所以 目前一樣就是守住31 那當然 你要去 射的這個停損價格 你就可以下下去射吧 就下下去射 那看你要射多少 對 看你要射多少 你看這邊的低點 你可以把這個低點射作 是你的停損價格 大概30.3 對 那盡量31塊進 然後射30.3 大概是抓3%的 多方的這個 停損空間 對 那 拉上去 也不知道到哪邊啊 對 那 有可能呢 我們這邊 先高點先連接高點 先連起來吧 有可能 下一波 往上 噴上去 我說 假設他在噴的話 噴上去的話 他的高點 可能就是真的在 入到這個位置 然後就往下跌 那 然後 這是我不知道的 的 情況 對 然後 我們目前畫一下他整個格局 對 也是有可能走一個 上歇形態 也是有可能 但就是 以目前的格局來看 呃 就是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上升型 上歇形態會完成的話 你就不要做單板 對 如果說你看他的形態 感覺上會完成 那 當然 會不會有機會再長上去一波 到33才往下跌 就是 非常有可能 但是你要看他的形態 你就要小心注意 就是說 你有賺錢的時候呢 你就要 慢慢的去 做 減碼 對 我覺得這樣 比較好一點 然後他滑星 滑星這個觀眾說噴上去了 但是 我自己看是 倒壓力 然後被壓下去 對 所以每個人看的觀點不太一樣 然後 他確實是已經 突破了下降趨勢線 對 然後突破下降趨勢 然後 今天爆一點量 然後 拉到了 高點 這個大概是3 4.5 我之前抓的位置 3 4.5 他最高到3 4.7 然後往下壓 當然我目前看不到 籌碼的部分 我不確定他到底是不是 那 但是以我目前看起來的情況是 他是被往 他是被壓住 那 這邊可不可以坐進場 我覺得 你等待他回來 34.5 然後 這邊的區間 回踩之後 才有機會再 上去 這邊 40塊 如果說 你要 真的要做多的話 那 當然 再來的話 就是 不然的話 抵到30塊 之前的底部這個位置 底部這邊的位置 30塊 看一下 台嶺 台嶺的話 今天就是 也是蠻血的 不過 感覺上 真的是快要走到末端 那這個就是我剛講那個 劍橋一樣 就是說 他會不會 原本你以為他掉下去 結果他還是往上打 一直往上打 一直往上打 只是 套一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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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一堆人的 這種情形呢 也不確定 不確定 但是看起來有可能 對 所以說 真的 這個 上些形態 究竟會不會 去完成 就是 目前看他 好像 也是走在 這一個 上升趨勢線 跟 就是兩條 上升趨勢線的中間 這個中間段 感覺是 每天走到 這個中間段 對 所以說 感覺上 還是會完成 除非說 他真的來一個 非常大量 然後 向上去突破 那 才會失敗 對 所以說 看疊的機 機會還是比較大一點 那 當然 呃 你要選擇在 這個地方 趨勢還沒有 做出來之前 先去高空呢 空下來 還是說呢 你要等待趨勢 已經出來的時候 然後 再去空呢 對 這個都有 不同的 這個 方式 那 就是看自己個人 我們這樣高空的方式 比較偏左側 那 等待趨勢變出來 是偏右側 等他正式跌破 之後 再去空 是偏右側 好 我們看一下奇虹 奇虹最後一檔 奇虹的部分 呃 目前的話 之前是抓大概 101左右 然後 今天是以一個 突破的姿態 上去了 那當然 呃 到底 究竟是不是真的突破 看起來 感覺上是 真的 有突破上去 但是 其實 說 說真的啦 我自己的看法 是其實 這邊的 壓力 是 蠻重的 對 我整體還是 會先 偏 比較空一點 去 看待 我整體還是會 比較偏空一點 去看待 對 那 呃 其實可以切成 周線 級別 是 稍微明顯 一點點 但也不是說 特別明顯 可以看到說 他收盤 對 他收盤之前 守住的位置 跟收盤 主要是這一根 跟這一根 他收盤收到多少 大概 一百零 呃 大概開盤是 一百零四 對 一百零四 所以 他整體呢 感覺上 我只能說感覺 我自己也感覺啦 我不能說 真的是這樣子嗎 對 感覺上 他的 空的範圍 就是在 這樣子吧 對 是這樣子 其實差不多啦 差個一兩塊錢 那 那 整體的趨勢呢 我覺得他還是 偏 這個 往下去走 偏往下去走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 他上來的時候 量是沒有去放大啦 量還比他這邊還要少 所以 會不會是因為剛好 今天的盤勢 又不錯 所以往上漲 那如果盤勢 真的比較差的時候 就正式去往下跌 欸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的 所以 這是比較偏 主觀意見啦 對 比較偏 因為我整體是比較偏空 所以我偏主觀意見 那當然如果說你進場 今天進場 做多的人 那就是看著辦吧 如果說 可以往上拉 當然是好事 那多方的指引位 就是 呃 會拉到這邊吧 這邊 前高的位置 對 前高的這個位置 那如果說我停損呢 也會放在前高的位置 只是下來了 然後前高的位置 如果說不能突破 那就是正式在往下跌 假突破啦 不是講假突破 然後就會往下跌 那量沒有出來 對 我目前自己的看法啦 當然他有可能明天又鎖住 欸 搞不好就只往上噴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十掌 大概剪輯也到這邊 那一樣 喜歡我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